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铜冶链技术和装备 充分体现了集成化创新的科技发展战略 它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环保节能高效的现代化铜冶链企业 降光铜业以其先进的技术安全环保节能高效等优势 获得国家发改委 环保总局 财政部和山东省发改委等部门的支持和批复 被列为国家鼓励类发展项目和省政府重点建设工程 2008年1月被国家发改委列入我国首批铜冶链行业准入名单 3月24日顺利通过了国家环保部组织的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6月19日国家环保部经过严格筛选 在全国各行各业中评定出第二届十大国家环境友好工程 并于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正式授予祥光铜业国家环境保护最高荣誉 国家环境友好工程称号 全部打产后免可生产40万吨英吉铜 20吨黄金600吨白银 140万吨硫酸及相关产品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 利税36亿元 主要工艺流程为 铜金矿蒸汽干燥 闪速熔炼 闪速炊炼 回转式阳极炉精炼 永久性不锈钢阴极电解 卡尔多炉回收贵金属 烟气动力波净化 两转两锡制酸 中温余热回收工艺 该工艺具有资源利用率高 环境保护好 自动化程度高 能源消耗低等优势 降光铜业立足发展循环经济 创建资源节约型企业 以资源循环带动经济循环 实现了废水重复利用 废气回收质酸 废渣进一步提取 酷的综合利用 有效解决了三费问题 可取得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野炼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在密封的烟道内回收造酸 尾气中流的总固化率达到99.9% 尾气余热回收后进行发电 每年可以发电约1.4亿度 公司还投资建立了配套的污水处理中心 将阳谷县污水处理厂 及凤翔集团的中水 作为生产用水 全场水的循环利用率可达到99% 外排水仅0.9% 且无重金属排放 双产工艺实现了铜野链的持续运行 较传统的PS转炉分炉次野链 可大大提高生产率 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使全场总能耗指标为 每根阴极铜570千克标煤 比国家规定的铜行业准入指标低31.74% 同时公司还引进国外先进的卡尔多鲁贵金属回收工艺 对金银等金属进行回收 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在渣回收利用方面 公司采用缓冷破碎球模浮悬等先进工艺 进一步回收铜 伪扎成为其他下游企业的优等原材料 详光同业始终坚持一流的企业发展战略 需要一流的人才发展战略来支撑的理念 加强与国内外先进厂家的技术人才战略合作 分梯次把人员送到国内外进行培训 使人才队伍建设与项目工程建设得到了同步推进 同时公司特聘三十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 他们都曾长期在大型有色金属行业或铜野链厂工作 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 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详光同业的筹建和实施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各金融机构的关心与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原山东省省长李春廷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原山东省省长韩玉群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万刚 国家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康毅 原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廷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仁源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军明 副省长财立民 副省长郭兆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延明 省政协副主席王修志等领导 曾亲临祥光同业现场指导工作 市委书记宋远方指出 要把祥光同业全力打造成为环境保护示范基地 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和先进同野链研发深加工基地 在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通过省发展投资公司 积极为祥光同业提供资金支持 使项目建设得到快速推进 2007年6月 由省建行 省农行 省中行 组成的贷款银团 与祥光同业成功签约 为项目投产 达校 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正确指引下 承载各级领导的希望和众扩 肩负振兴民族工业的重任 祥光同业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并成诚信务实创新高效的企业理念 全力打造安全环保节能高效的同冶炼企业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做出积极的贡献 金色的祥光 必将创造金色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